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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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因为去了我们迷失的很变好 老师 就是在藏传佛教里面有迷失净土吗 那和老师所讲的这个阿弥陀佛的净土有什么 那是莲花生大事的世界吗 这个是阿弥陀佛的世界 两个世界 就算你成道 你也有你的世界 你成道 你也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 你的世界里有你的倔术跟着你修行 这就叫你和我们经常说 我台山 恩苏菩萨带他的倔术 几千人住清凉山 那是无数的世界 他的很多跟他有缘的倔术都追回 跟着他在那住着 是吧 那我们到底去哪个镜头呢 你想去哪去哪吧 我推荐极乐世界 因为我觉得我对极乐世界比较熟 极乐世界 是吧 我推荐 诸佛世界 都齐世界 这就是说 站在第一地角 人家释迦牟尼佛的世界 苏佛世界很清净啊 人家也是极乐世界 所以你看在法华经里边 释迦牟尼佛说 我的世界清净无人也是极乐世界 只是你们在分别之座里边 做这五足恶事里边 一睁眼就说五足恶事 我都看不见清净我 你们习气没有了 你们看见的 你们这三界 最起码下山倒不会有了 是吧 我像 人像 就是这样的 当然说有我值 你是去破不完的 你破不尽 只有我像 人像破完啊 所以你这个 都这些像破完了 你也会进入极乐 在娑婆世界 你就享受极乐世界的快乐 那你会觉得 一念转你就在极乐世界 你在娑婆 极乐没有什么区别 他在这儿重叠着 并不是说你遥远的 你还要走十万八千里 一个就像顺空的这个 他还一直一直倒没有的 往生的时候都在心下里 因为你的空性在这儿 极乐世界 娑婆 都在你的心下里 随约往生 看你去哪里 如果你安住在空性里 随约往生了 极乐世界在这儿 说不过在这儿 什么都在这儿 可以 要是佛的世界 大家很喜欢 因为觉得要是佛 但这个比较难去 你的气脉要转化到 但气脉要转化到 琉璃光的境界 就是光化 我觉得比较难 其实 好多世界都挺好 就是难去 你为什么阿弥陀 你看释迦牟女佛 推荐了阿弥陀佛的世界给我们 而且未来 从佛教在这个世界2600段 这么久的历史里边 很多人在选择极乐世界 这么多人选择极乐世界的原因 只有一个他好去 方便知道吧 而且知道吧 是交通方便便利 友好吗 而且友好还有接送车 就像你去那儿很好 就是说 有人接你 怕你走 你看 是吧 阿弥陀佛祝佛不是接你好去 嗯 而且极乐世界 西方极乐世界是 是阿弥陀佛根据 很多是根据我们说婆世界 人力成道的英语 来去编的那个世界界的 就是很适合你去 就水土你会服务 知道吧 很适合你坐在那儿是吧 比如你喜欢黄金是吧 是阿弥陀佛直接拿黄金给你铺了地 是吧 那不是人力的习气吗 是吧 所以他是根据你的习气 他买足你所有的愿望 这不就是阿弥陀佛说有求必应吗 是吧 你在这个世界之所以你心情不安 你不是所求不满 都达不到吗 是吧 你喜欢黄金 你梦里边梦 是吧 阿弥陀佛那个世界都有 你进去全是你的 你死尽口 是吧 你说你很妒忌说他比你长得漂亮 阿弥陀佛的世界大家都长一样 是吧 都漂亮 你也不用妒忌了 是吧 就这样 所有的 包括说你说听法呀 文法难嘛 因为现在大家文法不难了 因为有互联网 还有这个什么俗经经 经书也很多 以前没有印刷 是吧 文经就在印度当年 《释迦摩女》讲经的时候 在河河两岸走来走去的 是吧 是不是 因为没有互联网啊 他就得不停地走 走到哪儿 一小弟子们跟到哪儿 是吧 得听啊 是吧 而且也没有书啊 没有记载啊 都得他讲完听不懂 都得使劲背啊 慢慢去理解啊 能记几句算几句啊 所以他的 他所以你看古时候那些经典都是寄送啊 他就很顺口的 他弟子们要背啊 是吧 就是这些 现在都有了嘛 很方便 是吧 学经 大家以前说 大家文经不方便 极乐世界 走到哪儿 说到哪儿 鸟都在跟你说空心 是吧 那阿弥陀佛功德 画现的鸟啊 是吧 他在叫的时候 你就觉得他在说色空不二 知道吧 你似乎听到了色空不二的声音 是吧 心经 什么都是让你安心的 所有的极乐世界 所有的设计 所有的设计 包括你借文觉知的 借文觉知的一切 都是让你安心 都是帮助你成佛的 成道的 解脱的 所以极乐世界很适合 娑婆世界众生去修炼 你知道吧 嗯 嗯 就是 但是你们觉得其他世界很好很好 可以去也可以 嗯 都可以 他这个 这个 就是 对 而且你念他的名号 他就来接 啊 就是有密码的 是吧 用你见文觉知的形式啊 你会知道啊 你看见了 嗯 你是以见文觉知来去成佛的嘛 你用你的六根来成佛嘛 是吧 你在中英境界的时候 是个梦境嘛 你现在是 人就有几 我就说人活着是有三个境界的 一个是整开眼的 一个是晚上睡觉的 一个是中英嘛 中英境界他是没投胎的啊 他不是在六道里边 中英境界还没转生呢 他是人死了 刚死了那一段时间啊 他还要飘着呢 有时候还不知道自己死了 他还没投胎到 畜生到 恶鬼到地狱 不算六道之一 所以那个时候叫中英 所以这个时候也是个梦 就像我们在梦境里一样 有很多人不知道死了 那个时候 如果你能够想起阿弥陀佛 念神他的名号 阿弥陀佛就接你 然后你就投胎 转生到极乐世界 等于我们说叫瓦生了嘛 但是在中英境界里面 能够念一句是很续表的 是啊 你在这个环境里 你也没准备去 第一 你还有肉体 还有他风大啊 就是中英境界的 他不受这个肉体的控制 但是其实到了修正到一定境界可以去的 是你去不了 可以的 一转境界 可以 密宗的师傅可以肉身消失 突然肉体光化 你的学生的光化 就是飞到另一个环境里面去 对 因为你经常看那个介绍 就是说 有的上司突然肉身就消失了 这个现在越来越少 你也见不到了 人家修修修光化走了 知道吧 就是肉体突然也可以 但是我们的 因为你不是这个肉体 其实始终是你是个空性嘛 是吧 你是如来嘛 是吧 这里边没有你啊 是吧 人里边 人是个人是个对你驱动的机器 人无我 就是这个是 这是叶耳鼻舌生意 事打着结空嘛 你是无所不在的空性嘛 你看你的心现在 你肉体坐在 你人 你的心无处不在 是吧 你是这个空性嘛 就是打坐的时候 假如境界到达的时候 极乐世界的娑婆在你的心里 不是你去啊 是他们在你这儿啊 三千大千世界在你心中 如片涌点太虚了 你的心 其大无碍其小无能 我们始终不知道 自己的心是这样的 而那个才是你啊 那个心包含物质的 不要说我一说心 大家就想象它是个意识啊 空性之心 包含心物意源 包含物质 包含虚空 什么都在里边 华藏世界 所有的世界 琉璃世界 都在你的心下 你知道吗 都在你的心下里 所以你不用迈一步 你就去了 你只要动个一年 你就在哪 你动个一年就在哪 这是空性境界 而且你动个一年 你可以都在哪 化身无量啊 你说 我又想去琉璃世界 又想去极乐世界 又想去 能不能可以 别它几个嘛 是吧 化身可以 无处不在嘛 化身 化身无量嘛 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 都是圆满的你 不是由一个神 化出很多神 不是这样的啊 是突然 青椒油水切成 突然就是 有一万个 你每一个都是真的 不是由一个化出来的 这才是空性的境界 不是有一个 就像生活 有一个东西 变的啊 没有一个东西 空性不变东西的 空性只是 随于画些 可以画些一个 也可以画些一万个 知道吗 所以它可以画些 无量化身 破了大小分别的时候 三切大切世界 在你心中 如片于电台序里 一毛孔可以 这就是一个毛孔里边 可以看世界 是吧 戒指可以大熟悉 这都是没有大小的分别了 没有构金 没从大小 你破二约对立嘛 出了人力的直接障碍了 这是障碍 你们修了一些要是法 的人 如果说你这么 很难去的话 他还没找到这个境界 都不可以的 可以 阿弥陀佛会不会觉得 你平时没有 无法无法 没有 阿弥陀佛只是说 第一次你愿意去 第二次念了他的名字 念了他的名号 你修要是法 就没学 不 你就算平时修其他的 你平时 别说是你修要人 你平时在这个世界 做了很多坏事 你根本就没修 但是你在中医境界 就想到他了 你念他照样接你 那就怕你想不起来 因为你到中医境界的时候 你很多幻境嘛 就像我们现在很多幻境 是吧 而且生的习气 跟死的习气 他互相不是 生是顺喜吧 顺着我们的欲望 就是生的一个气 死是逆着我们欲望的一个气 生素两个逆的气 他会相交 就是在同时法 就是一位刚死嘛 刚死他又想生死 这两个气相交的时候 这一刻 你很多事 尤其是你这一生出现的 很多都倒带 就是你这一世做过的 很多事都会出现 小时候很多 尤其你刻骨铭心的那些事 你弹琴所爱 或者是一幕一幕就像放电影 你知道吧 所以这个不是我们经常 我们中国民间有个传说说 人死了 野王殿有个禁止 可以照我们 那个禁止就是我们的本性 本诀 本名啊 就是佛说 佛说我们死的时候 就是中医境界就是 生的这个气 跟死的气 相交 就会导致这个放电影 就这一生所经历过的 是放电影 你在那个境界里边 是吧 如果你在这个世界上 他有很快乐的境界 也有很痛苦的境界 你极乐的时候 你想到阿弥陀佛了吗 你想往生吗 比如说 你谈恋爱 谈的 红天黑地的 爱的死去活来 那个时候 你念过阿弥陀佛的名号吗 或者你想到要往生 这件事吗 如果你没有 你在中医境界 谈恋爱的时候 你不会往生的 不会想到那个名号的 如果你很痛苦的时候 你是不是拼命地 只想解脱痛苦 而不是念阿弥陀佛的名号 因为那些境界里 有各种境界 你在这些境界里 你会想到 往生这件事 想到阿弥陀佛的名号吗 想到那时 你所受的苦乐 都是你的果报的呈现吗 而会心平气和地 去念出阿弥陀佛的名号 那么中医境界 你会想起来 不管快乐的境界 痛苦的境界 你在极乐里边 想到阿弥陀佛 在痛苦的时候 想到阿弥陀佛 那么我一般 这个往生的可能大 你肯定会想起来 一般中医境界 想不起来 知道吧 很多激烈的境界 会发生在中医 知道 那是不需要阿弥陀佛的想法 那是不需要阿弥陀佛的想法 要你什么也可以 嗯 我努力吧 我努力的修正吧 我努力的吧 那是不需要阿弥陀佛的想法 念阿弥陀佛名号 念观世音菩萨名号 大师子菩萨名号 念观世音菩萨 一般 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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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的密码 总圈密码是 南摩阿弥陀佛 南摩阿弥陀佛 念阿弥陀佛 念这四个字就可以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行 只要记着 因为 阿弥陀佛就是观世音菩萨 未来接起阿弥陀佛 不是 阿弥陀佛要退休嘛 未来后补佛 观世音菩萨 他的名号还叫阿弥陀佛 知道吧 他不是叫观世音菩萨 他叫阿弥陀佛 所以念阿弥陀佛 一直叫阿弥陀佛 你跟观世音菩萨相应嘛 他是他的心中嘛 那么观世音菩萨是他的心嘛 是吧 名号也是心嘛 先走 那你念的时候 观世音菩萨来帮你啊 嗯 也可以啊 只要记得你要 能想起这个 也能靠边 观世音菩萨会来的 我的意思 不说去极乐这边 你也有这大名字 他会 如果说那个的时候 会出现一个什么 你念 你会可能 可能观世音菩萨 有什么老奶奶的身份 哪个身份 你说跟我来吧 你跟他去就行了 是吧 跟着他走就行 有时候我们不一定 因为你的境界里边 是见不到佛 有时候 你的心向里边 刻过明显的那些 比如说 诸佛菩萨接引 就是阿弥陀佛接引 有时候他在你面前写相的 不是你认为的 比如说 你让他 你到了中英 现在你坐在这 我说你 不是在中英境界 你会忘了 忘了这辈子修行的一些事 你会有些东西就忘记了 就是 就算在梦里边 你有时候会忘记修行的 你是个修行者 你只是在梦里边 做你那梦里边的事情 你中英也忘了 那可能有一个人说 提醒你 你念旧阿弥陀佛名号 你会说 有必要吗 我为什么要念阿弥陀佛 你算老几呢 你平常让我念阿弥陀佛名号 他就有时候心高气 你让我念我就念 我偏不念 是吧 他就觉得我念 我念 我也回家悄悄念 我怎么能听你呢 他很正常 就是有个人 假如走在街上 会逼着你今天 念个阿弥陀佛名号 并不是你不信啊 但是你会觉得 你这个人算老几呢 我念 我每天念的 但我那一刻 我偏偏不念 知道吧 他会秘反的 知道吧 你平常让我念 但是你不知道你在中英境界 稍住几时 你就投胎了 就是但是面前出现的这个像 可能不是你 看见的阿弥陀佛的佛像 因为你看见啥 来自于你的夜报的眼 知道吧 你可能看见 他是个某一个像 所以这就是佛菩萨的善巧了 有时候阿弥陀佛 关系菩萨 或者大侍者 他会变成你妈妈 或者你姥姥 或者是你特别信任的人 说过来过来 因为你是信任 你妈不会害你的吧 或者是你的最好的朋友说 哎呀你跟我一起念阿弥陀佛吗 我现在需要你念 你帮帮我 有时候 竟然你念还是帮他的 其实是动你的 带你走的 这就看你的善报了 善报 看那一刻 真的是这个 与诸佛菩萨的相应 还有善报 诸佛菩萨会进入 很多善巧方便 建议你的 但是你必须想起来 你要往生 但如果有的就是能 你跟阿弥陀佛 和关系菩萨 大侍者 很有缘 这些大菩萨 很有缘分 他们能进入你的境界 救你 那你太方便了 对吧 比如假如我成就了 我进了你的中医幻境 那我可以用一切善巧方便 带你走 但是你要不认识我 是吧 也不觉得你能认识 你不认识我 是吧 谁进你的中医幻境 是吧 你只要靠自己念了吧 是吧 你到极乐世界嘛 这黄金他就可以喜欢投他 这是打广告嘛 你在极乐世界的 我先坐在这说 有黄金在地上 你不是爱淘金的就去了嘛 不然你看他说 我不喜欢黄金 我喜欢琉璃光 他要去钥匙佛世界嘛 你不是喜欢黄金嘛 我就欢迎 你就选择去嘛 他又不喜欢黄金 他就能投他了 去了你啥也不喜欢 我告诉你 去了那个是 没去以前的广告嘛 哈哈 因为有些 有些众生 这是对我们现代众生啊 你知道我们现代众生 城市太高了 怎么忽悠也不行 怎么说也是 黄金不喜欢 怎么能阿弥陀佛拿黄金 诱惑我们呢 我们喜欢的是佛法 好 很高尚啊 是吧 很高尚啊 但对没有学佛法的 而有的人就是 为去极乐世界 我这一生就去黄金 清说极乐世界 黄金铺地 是吧 我就去那待着 是吧 我逃进一辈子 也没抓住一块 是吧 因为我们在座 是为了佛法而去的嘛 有为了黄金去的 是吧 这个空心 很清静的之后 你大概也知道 你梦什么时候醒来 就像你今天晚上睡觉 你还不知道 早上几点 差不多醒来 你坐一晚 大概 是吧 你习惯也知道 七八个小时肯定醒来了 是吧 还不知道你早上啥时候醒来 还不知道你啥时候死啊 这个肉体消失 幻境啊 是吧 在这个世界的化身结束了 还有你说去极乐世界 是全去 三剑六道去了 都写包在莲花里 对功德水的滋养 在莲花里蒙蒙了 不出来的 得出来的时候 都是发光的 都很厉害 知道吧 在包在里边 你又不借他们 是吧 他说这种 什么七宝 他就想 这像广告末 这不就是 古时候以前有 都对三剑六道众生说的嘛 因为他不是只对我们 人道的学佛众生说的嘛 还有畜生道 饿鬼道啊 饿鬼道就喜欢黄金啊 有黄金可以吃饭啊 是吧 饿鬼道就是 是吧 你说我没面包 他去吗 是吧 不去啊 你说 那个无量寿基 你说那个去净土 有一个必备条件 是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 要成道的心 如果 就是不发菩提心 但它更安理佛有缘 更净土有缘 希望 也会接 也能 但是也能接 如果你能够有成道这些 去发菩提心 去的往生的几率太大了 就很容易去很容易 因为毕竟诸佛的唯一目的是 度你成佛 解脱 时空幻景 解脱轮回啊 所以阿弥陀佛建那个世界 建那个道场的目的啊 通过很多节的礼节的修 功德圆满 才建起了极乐世界 就像 就像在这个世界 我们建一个道场 它为你就是准备了 所有的一切 你成道的准备的东西 它很多修 它那功德 才充满了那个世界 就像 然后免费请你去住啊 是吧 就像在这个世界 我是举个例子 把极乐世界比喻 你在这个世界 比如说大家都很贫穷 吃租行 分餐分漏售 有一个很富的人 在我们这世界 盖了一栋很大的别墅 里面充满了大家吃喝拉扎睡 所有的对 你这一生住在里面 都不用愁了 邀请你进去住啊 免费的不要 你只要说喊他个名号 他就充满接你啊 把你迎进去啊 你在他那 就是这样 他太富有了吗 你进去 所有你修行的优越 成佛的都给你准备好了 但还需要你发菩提醒 准备好了 你不学有用吗 是吧 是吧 那个房子 那个所有的道场 所有的祝福发愿 我建了一个世界 让你住进来 目的是你解脱轮回 你只是想在里面享受 你不休息有用吗 是吧 总有一天幻境会消失的 幻境嘛 是吧 石棍幻境都是 因为你的欲望无止境 你今天喜欢黄金 明天你就喜欢石头了 你可能要回娑婆看石头 是吧 黄金有啥看的 黄的 一片黄 你看那个石头 各种各样的 回娑婆世界看石头了 是吧 欲望远无止境 老师 就我们家里面的亲人走了 那作为我们学佛 应该怎么给他做一些事情呢 亲人老了走了 第一 如果你不知道他去哪也到了 那可对的 有时候你甚至帮不到他 说句老实话 如果你能够帮到去 你学佛的嘛 去石头要跟他做超度啊 找一些能够能够帮到他的老师做做啊 做法师 超度他就就把他处理三二刀或者是什么 如果你的能力不够 你说句老实话 帮不到 就这样子 是吧 你只能去寺院做法师 拆家寺院的一些 如超度法师啊 一些道朝 他们愿意 那把他的名字 甚至把他写上去做啊 然后至于说 帮到没办到不知道 最重要的是 诸位 我们是个人力 我们的能力很有限 很多事你做不到 像我奶奶现在快久 就让你学佛你也做不到 嗯 我奶奶现在快九十岁了嘛 嗯 然后我就在想我该怎么帮助她呢 让她念佛 让她念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就说奶奶你念这个呢 你死了可以投胎的很好 她要信的话就行了 好 就说没事了 就记住这句话啊 这句话比啥也重要 你临走的时候别的可以不带的 进一珠宝你那些东西都要不带啊 就带上这句话离开啊 到了年轻的时候 我死死的心里别记住这句爱好 嗯 咱们还能见 就是这样跟她说嘛 她也许不见别人想见你呢 是吧 所以说 我是学佛的 你念这句我们能见 我们能去那个世界相遇 知道吧 嗯 嗯 我们还能重逢 你要不去我们 我们就见不了面了 是吧 嗯 你就告诉她 那剩下的事就是阿弥陀佛的事 修行人先把自己搞定啊 帮助别人呢 有时候我们发心菩萨大马啊 自己为多些多这些 但是诸位 不管你们在这个世界多么的聪明 多么的智慧 多么的神情世故学的圆融 有些事承认自己做不了 嗯 因为你真的不知道 能力有限 啊 有时候有时候你尽了全力付出 你你帮不到 你真不知道 因为众生就是那样 有 因为众生在梦境里 他一个梦一个梦接一个梦的照 是吧 他恶梦 他恶爆熟了 你今天帮他解决这个恶梦 下一个恶梦又开始 啊 就像感冒 今天感冒好了 明天又鼻炎饭了 后天又感冒了 没完没了 除非他自己停下来 停下这个照梦的患 照梦的这个心 停在那慢慢觉醒 哎 这个时候你救度他 就能彻底帮到他 他要不停 你找出牵手牵也不行 知道吧 他不停 你是帮不完 他的幻境是一个接一个的 知道吧 而这个幻境里面 包括三接六道的幻境 他有时候下地狱 有时候上天堂 他今天高兴明天不好 就这样没完没了 干嘛 而且龙回不止 永无止境 很多事就这样 就这样 不断的重复啊 不断的重复啊 这个才是真相啊 嗯 而我们是来到人道 这是个人道幻境 是个三维的人道幻境 我们在人道的世界不长 很短一百多年 是吧 现在我们活了一半了 剩下四五十年了啊 然后呢 我们靠这四五十年 要不断的去了解 我们怎么样能处龙回头解脱 能处这个龙子里挣扎出去啊 不断的了解 这就是解脱 我相信你们的聪明 学这个太容易了 这比考大学容易多了 是吧 感激性来一点 又要破我像人像来一点 又根深蒂固的认知 因为他有些 这就像我说这位师兄 你怎么样 认他是个坏人 已经早上了 是吧 但是他就是个坏人 是吧 他不切切不坏 不是个坏人啊 但这个坏人好人 这是小孩子的分别啦 他对你是个坏人 人家对别人是个好人啊 他不切切那个人家 就是个好人 但偏偏就见你 他就变成坏人 在你那儿是个坏人 在他妈那儿 他是个孝述的儿子 在妻子那儿是个好丈夫 在孩子那儿是个好父亲 就在你这儿是个坏人 是吧 你说他是好人坏人不知道 就是这样 那就像我们今天坐在这儿的 都叫善男子善女人 是吧 因为此时此刻 你既没考虑善 也没考虑 大家在听佛法 是不是 此时此刻都叫 都是清净无染 是吧 一不小心空性就在那儿了 是吧 所以这个时候 就 没有什么坏人好人 是吧 但是出去 一会儿出去 接到一个你讨厌的人 你坏脾气犯了 那个时候也不知道你是坏人 还是他是坏人 看谁打过谁 就变了 是吧 是这样的 只要我们不出人道 那个出源 就 就认不住 因为有一个你 就有你的东西 知道吧 那个夜报就在这儿 视线 而且你不要 你只要没觉醒 这个一视线 你就认为是个 你就会着想 你就会 你就陷在这个 幻境里 他就对你不空 这个幻境就对你不空 你就轮回在里边了 被这个幻境转了 有我就被转 有人就被转 好 就这么说 你又能 Epayed 你看过 你再 encountered